范总好 我是来自北航的一名学生研究生 然后我刚好那年 正好赶上国家的天空依靠发射 然后当时的这组 我上下也是热血沸腾 然后我也热血沸腾 报纸院的时候就选了 北航的航天飞行机设计专业 所以当年是一枪 就是一机动报了这个专业 对对对 所以就报了这个专业 没后悔到现在 有后悔的时候 就是我算是属于误打误撞 然后来到航空航天这个专业 所以我想问您 就是您是怎么跟这个航天结缘的 比如说小时候点炮仗 突然砰 产生了航天梦之类的 就没有过 没有这么想象的 我们都以为 科学家总有点那种 出乎我们意料的 其实 我们就是一个 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嘛 像 太像了 太像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你不像我们想的那种 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 到突然最后一个灵感 谢谢你 跑回去 一个公式出来 问题解决了 其实 更多的科研 是相对寂寞和枯燥的 是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没看到我们 比如说在研制不顺礼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 那个形象 有的 这个话也不说 有的自己在 偷偷地流泪 这种都很多 因为大家 我刚才讲 身上这个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是一个 大的系统工程 总怕自己的 这个工作 影响了 整个 整个型号的研制 影响了别人 就看到同事 话都不说 默默地在一边流泪 就整个人 被这种压力 都煎熬到 这种程度的时候 作为总设计师 还是不发红包 因为我之前听说 您是这个 学汉捷专业的 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 如果您对这个 航空航天感兴趣的话 那您当时为什么 没有直接报 航空航天专业呢 我开个玩笑 范总 难道是因为您 当年高考考得不好 所以写了汉捷嘛 首先很高兴 我和你校友啊 师兄好 我81年考到北航的 当时填志愿的时候 我写了飞行器设计 但是呢 也写了辅从分配 后来可能分 好像低一点 后来辅从分配 真的是 就是到了那个 我们北航七系 就是汉捷专业 我确实是学汉捷的 汉捷专业 但是汉捷也是为 航空航天服务的 是 它也是关键的工艺 所以您学的是 汉捷的这个 不是说汉捷技术 不是说让您去学电汉 对对对 刚才有一个 北理工的这个同学 问这个发动机 俄罗斯的发动机 为什么技术水平高 很重要一个 汉捷水平 汉捷工艺水平相当高 世界上是第一的 谢谢你 你回去转专业吧 先学汉捷在书 对 从基础学起 真的 我绝对相信 范老师说的 确实有一些 看似平常的东西 其实它背后 技术难点 也许 对 是真正让科学家 头疼的东西 谢谢范总 我以后也非常希望 加入到你们团队去工作